来看看新闻榜 画面虽不清晰 但内容绝对劲爆 漂亮的韩国女模特 身着继脖上衣上阵拍广告 旗袍加速 一个刘翔式跨栏的奔跑 系在脖子上的外衣 随着女主人的大幅运动悄然滑落 大尺度的春光乍卸 让在场工作人员惊慌失措 令人意外的是 这段内部视频 还被完整的上载到网络 原本是在几个人面前出洋相 这会儿 这位小女子丢脸可是丢到了大夕阳 为了展示服装的绝美 模特们走梯台表演时 大多真空上阵 由于太过于沉浸在表演之中 走路弧度又太大 一不小心极其容易发生意外 如此 会让你肠子都毁得清了的画面 并不仅限于梯台 电视直播时也会发生这样的尴尬意外 即使衣服彻底滑落 这位主持人依然镇定自若地整了整衣服 若无其事地继续主持 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 在盛产美女的韩国也有不少类似范例 江苏拉身着一袭抹胸红色礼服 抢尽亮相韩国釜山电影节蓝毯 这蓝毯还没走到尽头呢 一抹高潮就被意外掀起 原来江苏拉不慎踩到自己的裙摆 背后支撑礼服的拉链应声而断 一路从背后撕裂到腰部 感觉到后背发凉的江苏拉 赶忙拉住礼服掉头返回 助理也快速上前替他拉住礼服 天呐 礼服固然美丽 不过您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高才行呢 因主演城市猎人被广大观众熟知的朴敏英 在参加商业活动时 低胸罗色漂亮短裙一点也不听话 慢慢地又悄悄地下滑 直到清晰地露出了内衬 但是朴敏英却浑然不知 娱乐圈中 和朴敏英一样的马大哈女星还真不少 肖强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次演出时 肖强的裙子不断下滑 以至于 哎 可任凭衣服滑落 肖强还是继续忘情唱歌 怎么就没人提醒他呢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经常走红毯 怎能不走光 新人李飞儿 就曾在走红毯时 因为着装不慎 出尽了阳相 虽然配有蝴蝶结的粉色抹胸裙 十分可爱 但却在李飞儿刚踏上 嘎那红毯几步后 抹胸裙彻底出卖了他 当发现自己的窘况后 李飞儿迅速用手按住胸口 并多次试图将裙子往上提 但一切补救都是亡羊补牢 穿光乍蟹这件事 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发生的几率 即便你是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意外 身穿黑色拖地纱裙的张紫衣 原本想在红毯上营造女王范儿 哪知在一阵混乱中被人踩中裙摆 肩带险些脱落 惊魂未定的张紫衣 立即抛开偶像包袱 管他三七二十一当众 拉着衣服再说 红毯上的张紫衣 有些惊慌失措 但是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拍摄合照时 张紫衣聪明地躲在葛优身后 掩盖肩带脱落的尴尬 演艺圈还有一位 与众不同的女艺人 就连做个慈善都能走光 我说张熙怡啊 长点心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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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郑熙怡在直播的大型慈善活动中 挑战高难度动作空中飞人 搭档钱佳乐一不小心 让郑熙怡这位带字归中的女子 颜面无穷 在做脱节动作时 钱佳乐不慎将郑熙怡的运动裤 拉了下来 这一幕通过高科技卫星 一秒不差的全部直播在广大观众面前 据说郑熙怡下场后崩溃大哭 久久难以平复心情 不要紧的 第二次找不到男朋友呢 我要 原本以为郑熙怡会吃一欠掌一致 出席活动时会更加小心加倍防护 但是万万没想到 观众们啊 小编真是万万没有 出席活动时会更加倍速的 出席活动时会更加倍速的